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上次画廊的事处理得还算妥当 但私底下不信服我的 还是大有人在 慢慢来 我相信你能处理好的 听你谢伯伯说 你最近感情上进展还不错 爸 谢伯伯又说了什么呀 唉 你还说呢 身为父亲 我知道的竟然还不如你谢伯伯多 怎么 在我面前还藏着掖着的 我怎么会故意瞒着你 只是吃饭时碰巧遇到了谢伯伯 根本没什么进展 你再这么不紧不慢的 当心错失良机 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晚了 还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他 爸 这也太快了吧 八字还没一瞥呢 把人家吓跑了怎么办 我又不是大老虎 怎么会把人吓跑 我只是想看看 到底什么样的女孩 有点能让我儿子茶不思饭不响的 再说了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又不是只有结婚才能见家长 爸爸总要知道 到底是哪家的姑娘拐走了我儿子吧 顺便还能帮你把把关 爸 我 好吧 等以后有机会 我会带他来见你的 我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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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严警官说除了他的家人 最近都没有人来见过林子墨 大概是发现自己成了妻子 着急了吧 我想或许他手上握有什么线索 打算和我做交易 哪有心不在焉的 我是正想着要怎么开口 倒也不是什么很难处理的事 你擅长和长辈相处吗 或者说在长辈面前 你会不会觉得比较不自在 不是不是 我是说朋友的父母 对对对 就是这种情况 你会觉得不自在吗 这样啊 没什么 随便问吧 喂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下午就过去 是啊 刚刚接到电话 下午有急事要回去一趟 林子墨那边 你能替我去一下吗 没事 我给你写一份委托书 到时候你直接拿给林子墨看就行了 假如他真有重要信息 只要他的要求不违背公序良俗 我都可以答应他 如果你拿不定主意 打电话来问我就好 这事有点难处理 我估计会忙到很晚 反正明天就是周末了 不如明天你直接来我家 我们讨论讨论 正好关于幕后之人 我也有些想法 想和你商量一下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先走了 周末见 那里的话 陆公馆随时欢迎小姐前来 不过真是可惜呀 就是啊 那还是不见比较好 没什么随便问问 不过真是可惜啊 老爷昨天晚上临时有事坐飞机走了 不然今天律师小姐还能和老爷见见面 只是来朋友家里玩而已 倒也不用特意准备见面礼 大人物 我爸虽然很厉害 但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吧 说到底 我们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我爸说他都不说啦 我爸都不说啦 我爸妈你又是什么 我爸妈来说我妈妈 我爸妈看呢 我想想想着他 我爸妈妈 对我说 你你一有一个 我爸妈妈 我爸妈妈 好 是啊 我这段时间被内鬼的事弄得焦头烂额 想找你来商量一下 毕竟隔墙有耳 在外面讨论不安全 是这样吗 二少爷 来来来 我们讨论一下接下来的对策 二少爷 小姐 我先去准备午饭了 有什么事叫我就好 昨天你去找林子墨 得到了什么重要信息吗 怎么是你 小陆总怎么没来 好吧 严警官应该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之前之所以能躲过警察的追捕 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帮我 而那个人 自然就是整件事的幕后主使 我可以告诉你 好吧 那算是我请求你们 祸不及家人 希望你们可以帮帮我的家人 如果你们可以帮我保护我的家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知道的一些细节 之前卖假话的事 我是逃不了的 一定会坐牢 我只希望小路走 能够给他们一点钱 让他们可以隐姓埋名 安静生活 你为什么不和委托人 确认一下 这件事你一个律师 能私自做主吗 也是 毕竟你和小路总的关系 不一般呢 我觉得 幕后之人是何应的内部人员 而且有可能 是何应集团的高层 证据倒是没有 但是我这么说 也是有理由的 幕后黑手说 只要帮他做事 就可以保证我不被警察发现 后来我陆续见过他的手下几次 依稀听到他们背着我 小声讨论过何应的事情 但我听到那些人将陆锦和 叫做小路总 作为新风计划曾经的一员 我很清楚 只有何应内部的人 会这么称呼他 方便和他哥哥区分 好吧 从你们手中抢走证据后 我知道警方肯定会来找我 所以我就提前想离开卫明市 但是正在我收拾好行李 要走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车拦住了我 把我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旅馆里 带我去的人告诉我 只要帮他们的头儿做事 就可以保证不被发现 他们说事成之后 等这一阵风声过去了 就送我和家人出国 我并不知道指示我的是谁 之前带我走的那些人历 没有他 那群人之中虽然有领头的 但是那个人一直在用语音 和其他人联系 他们给了我一部手机 我没法主动和他们联系 都是等对方打电话给我的 警方查过了 他每次用的号码都不一样 追踪不到信息 他用了变声器 我不知道他真实的声音 不过那个人没有口音 讲话很标准 看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向陈石问了一些内部信息 还让他去人事经理的电脑上 拷贝了正责的档案 除此之外 网上被转发的那些文章 也有不少是我写的 是的 他们帮我弄了动态IP 可以挂在不同的城市 那段时间我几乎没出过门 那个不是我做的 是他们找人抹住的 至于找的谁 我也不清楚 我家人那边 谢谢 谢谢 虽然我已经猜到了 不过林子墨的话 让我更加缺信了 幕后之人并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合印内部的人 为了区分我和我哥 合印内部的董事以及老员工 的确会称呼我为小陆总 而在外面 我是个顽固二世组的形象 大家一般还是以陆二少称呼我 当然 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当着我的面 他们还是会叫我一声陆总 虽然不能用一个称呼百分百确认 但也八九不离世了 此外 林子墨的话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切入点 那个删除监控的人 之前让温辰查过 那个山监控的人是个临时工 事发的时候已经离开卫明市了 看来 需要让温辰再仔细查查 他的详细信息了 眉头都拧在一起了 这么担心我 噓 噓 不要皱眉 不好看 姐姐 别皱眉了 你怎么还皱眉 看来是我刚刚不够用力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怎么可能认人宰割呢 之前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早就开始怀疑合音内部的人了 最近也一直让温辰在调查董事会的动向 这次啊 我要送给幕后之人一个机会 这个会现在才开 也太迟了些 最近亚宁发展的势头可是很猛 相比之下 我们合音就要安静多了 傲柴是有什么想法了 倒也没有 只是想知道小鹿总有没有什么打算 要知道 亚宁与合音一直是竞争对手 尤其是在生物制药的领域 的确啊 这一年来他们的动作可不小啊 市场优势已经逐渐向他们倾斜了 没错 亚宁最近收购了不少公司 想要进军海外市场 我们也不能松懈 不能让亚宁提前占据出海的好时机 各位董事不用心急 对于这一点 我已经有了打算 好 说来听听 小鹿总想往哪些国家走啊 我们在不少发达国家都拓展了市场 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 还没有拓展对应应 现在新兴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 如果能提前占领市场份额 将会给合音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以我也打算收购一些生物制药公司 在发展较为迅速的新兴市场国家 做战略布局 各位觉得怎么样 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不过小鹿总 那么新兴计划的丑事才刚刚过去 这次你可别又搞砸了 柴董事 为免优思过度了 优思过度 你没看到合音最近的股价 小鹿总这次最好谨慎点 要是再搞砸了 我可是要向董事会建议 重新任命执行总裁了 不用柴董事提醒 要是这次搞砸了 我自己引就辞职 小鹿总说笑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老柴性子极 说话直 他也是希望合音越来越好 老柴 收购方面 小鹿总的确精念不足 但也不至于就会搞砸 如果小鹿总需要人手 我可以推荐几个 还如果需要帮忙 我这边也会配合 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想要揪出背后之人 当然要给他一个耳 让他自己咬上来 既然我已经放出狠话 搞砸了收购的事就引就辞职 那他一定会趁机作乱 只要他有所行动 我们一定能抓到他的狐狸尾巴 再加上林子墨提供的这条线索 我们从两个方向一起调查 双管齐下 唯一的风险 就是要小心收购的过程中 有人在背后捣乱 不过谢伯伯给我推荐了一个人才 帮我一起操作收购事宜 是啊 其他董事也推荐了人 不过我拒绝了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而且与收购有关的法律风险 也得麻烦你帮我再审查审查 你这样费尽心力地帮我 我该怎么报 如果我真的想一身相许呢 不可以吗 我到底是不是拿你寻开心 以后你会明白的 喂 陆总 你好 我是秦丽 谢董事说让我来帮您参谋一下收购的计划 啊 谢董之前和我说过了 我这边有一个大致的想法 你去调查一下有哪些公司符合要求 嗯 好的 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我就行 哦 这下真的是有的忙了 希望这次的计划 能够顺利进行 好 空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大半的路等着我们探索 假如二十多年没回老家了 村子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啊 为什么 嗯 原来是这样 哦 陆家的人的确很多 但是不怎么亲近 逢年过节也会联系 不过基本上一年也就见一两次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 这种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关系才更加复杂 听说你们在找一个叫假路的人 是啊 小朋友 你知道他住哪里吗 你们为什么找那个人啊 告诉我们他家住哪 这些巧克力就送给你 哦 他们前一阵刚搬来的 就住在最西边那个有点旧的院子里 那个老头可凶了 都不让人靠近他家呢 你们小心点 你们小心点儿 等着你 你这种啊 你快点搞定了 你呢 我想说我去吧 来 赶安我 刚刚不是说了 玩球去别的地方吗 你们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 来干什么 晓璐 还记得之前 在画廊里删掉的监控视频吗 什么监控视频 我不记得 案子 这 这不是我不想配合 我真的只是守务 才删掉了视频 如果真是守务 那你为什么要主动辞职 还大老远地跑回老家 我 我犯了错 怕人家找我麻烦 就辞职了 工作了大半辈子了 我想休息休息都不行吗 家路 如果你配合我们调查 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 这 什么 告诉我 是谁让你删掉的视频 我付双倍的价钱 这 这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家路 你可要想清楚 好吧 那你们想问些什么 那你们想问些什么 哦 反正删个监控 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 我就答应了 他们说只要我一口咬定 是误操作删掉的 对方就没有证据 再说了 人为什么要和钱过不去吗 第一次来的是一个年轻男人 第二次又来了一个中年男人 他们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而且路上没有路灯 根本看不清 他们的口音呢 看不见样子 说话的口音总听得出来吧 年轻的那个没什么口音 年龄大的那个几乎没说话 你倒也不是一句话没说 不过也没什么口音 而且他腿脚一看就不如 那个年轻人利益所 对了 那个年轻的在他面前很恭敬的样子 所以我下意识觉得 那个人应该是老板 我想起来了 那个老板的确有一个特点 他小纸上戴着一个戒指 小纸上戴着戒指 是啊 一个银戒指 我看得清清楚楚 是啊 第一次来的年轻人只给了我一半的钱 剩下的是我删完监控后他们才给我的 你们是在哪里交易的 在北区那边的一个 咖啡厅的后门 那里没有监控可以查 他们特意避开了 你们要是不信 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不是说路上很暗吗 是怎么看到对方带了眼睛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景 当时那边不是咖啡店的后门吗 那门大概和我家这个差不多大 上面这儿挂了个灯 聊完了 他们就推门进去了 借着那个灯光 我就看到了他小纸上戴的戒指 你确定 那戒指是银的 当然确定 就是个银戒指 灯光一照也特亮呢 我当时还纳闷呢 出手这么阔绰的大老板 你竟然戴着银戒指 怎么着也得戴个金戒指吧 好了 我知道了 没了 能说的我都说了 那个这位 这位老板 我都说完了 那 我想我 文臣 把钱给他 咧 谢谢老板 是啊 我认识 准确地说 你也认识 这个人 就是合影集团董事 谢天 律师小姐 这位谢总 跟陆家挺熟的 二少爷小时候 他还照顾过二少爷呢 静恒 我知道你们兄弟感情好 但现在 你才是合影的执行总裁 你哥的名声高顾你太多 对你没有好处 没事 谢伯伯就是这样的人 说话直来直去的 他也是为我好 觉得我刚接手合影 位置还没坐稳 就想打开艺术市场 这样的举动太冒险了 是的 伟界代表着独身主义 很少有人会佩戴 谢不 谢天之所以带着伟界 是为了悼念自己的王妻 谢天的妻子过世后 他没有再娶 因为也没有孩子 所以他一心都铺在事业上 帮了我爸很多 老实说 我真的没法相信 是他在背后指使 这么多年的交情 不见到决定性的证据 我 不想下定论 或者 是有人故意栽赃他 但是温辰花了很大的力气 才找到这个人 如果是想要栽赃 真的会做得这么隐蔽吗 这是自然 接下来 我会让温辰去假路说的 那个咖啡店调查一下 或者看看谢天 最近有没有在北区出没 今天也忙了一天了 你早点休息吧 温辰给了我一些资料 我还得再看看 你先睡吧 知道了 你快点去休息吧 明天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再见 没事 我在看一会儿资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怎么会嫌弃呢 这两天净是些不开心的消息 本来心情已经在谷底了 不过现在 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糟 好啊 不过我怕是会做噩梦 你给我唱首摇篮曲吧 姐姐 不过我怕是个大约 我怕是个大约 我怕是个大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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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着了 我都没察觉到 你的摇来曲可真管用 这是我最近几天睡得最舒服的一次了 而且我刚刚还做了个难得的好梦 我梦到我们躺在一片草地上 看着蓝天白云晒着太阳 慢慢睡着了 睡梦之中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脸 我醒来就忘了 拉着你去逛街 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我 我还以为是自己那天特别帅气 所以频繁吸引了路人的目光 没想到直到回家 我才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的脸被动了手脚 最后我才知道 原来是你先睡醒了 偷偷拿笔在我脸上画了个鬼脸 还不告诉我 看我出球 梦里有你自然就都是好梦 被你欺负欺负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心甘情愿 二少爷 律师小姐 我们该下飞机了 走吧 我先送你回家 回来了 快来吃饭吧 哎 来了来了 爸 你觉得谢伯伯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谢伯伯 大概是个过于执着的人吧 这一点上他倒是和我很像 爸 你信任谢伯伯吗 信任这个词分量太重了 除了自己的家人 除了自己的家人 我是不会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的 他是我的好伙伴 好搭档 但也仅限于此了 我一直觉得 相比起你哥哥 你和我要更相像一点 你哥他太过于善良 太过于正直 他不像你这么理性 喜怒都藏在心里 要知道 人和人之间是靠着利益相互牵绊的 因为生意而破裂的友情屡见不鲜 我明白了 神出我们这个位置 对与错都不是界限分明的 只有血脉相连的家人 才会坚定地和自己站在一起 你也不要被我影响 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还要靠你自己判断 你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快点进来吧 是秦力 谢天推荐来帮我一起做收购战略的人 是他的下属 秦力的确是个人才 短短几年在合印 已经完成过很多大型的项目了 是啊 这也是我找你过来的原因 秦力帮我参谋了几家不错的收购对象 还拟定了收购的大致方案 这里有一份大致的合同 你来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吧 经过秦力的时候 我总不太放心 还是要让你帮我检查一下 也没有多晚 杂七杂八的事太多 等我反应过来 已经是深夜了 两点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这样说 我可要伤心了姐姐 好吧 我四点睡的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只是这段时间事情都赶在一起了 今天忙完我就可以休息两天了 二少爷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啊 二少爷 昨天您让我去调查秦力推荐的几家公司 我还没有仔细查完 但是其中果然有猫腻 怎么说 秦力推荐的公司 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打听到 实际的技术骨干成员 似乎对公司很不满 不仅是技术骨干传出要跳槽的风声 这家公司在最近几个月 控股仍有一些变化 但是秦力的报告里 你丝毫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文臣 你再仔细调查一下这些公司的底细 我们还需要再准备一套备用方案 此外 你调查谢天这几天行踪的时候 把秦力的行踪也一起调查一下 重点看一下他最近是否去过北区 与谢天的行踪线是否有重合之处 好的 二少爷 我这就去调查 好 我不急 你还是先完成自己的工作 有时间再帮我看 未曾经会认识 你们真是对很明晗 那么快 乐踏切 要是否是不仅仅 的 在哪里 不仅仅仅仅仅思想 他们的偏 啊 fac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谢天 律师小姐明天有空啊 我有些话想和你聊一聊 好的 那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就在特密斯律师事务所旁边的咖啡店见吧 喂 律师小姐 二少爷为了收购案的事熬了好几天了 昨天还通宵了 现在刚睡下 您有什么急事吗 我一会儿的事情 我一会儿的事情 我是原来的想法 我一会儿的事情 我一会儿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律师小姐 在你心里 锦盒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律师小姐 希望与锦盒 发展成怎样一种关系呢 我就直说了 我认为 律师小姐和锦盒 可以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也可以是很好的朋友 但不应该成为恋人 我认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她的身份决定了婚姻丝毫不能马虎 当然 我说的联姻并不是指违背景和的意愿 你可以参考一下她哥哥景翰 她的哥哥就是跟世家小姐订婚的 只不过目前还没举办婚礼 两个人的家庭门当户对 但他们也是情投意合的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对于两个家族来说 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景和的选择有很多 总有一个她中意的 而你 只是她年少轻狂的一时冲动 当她冷静下来 你们要面对的就是漫长的 并不般配的婚姻生活 到时候 你们两人都会后悔 就会发生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锦和的父亲太溺爱他了 什么事都由着他的性子来 我看着锦和从小长到大 我很清楚怎么样才是对他好的 你 你们这些孩子 为什么就是说不通呢 话我已经说到了 如果不听劝 到时候受伤的只会是你 怎么 你一直看着我的戒指做什么 锦和与你说过我的事 没想到锦和连这些都和你说过了 果然 他对你很不一般 他和你说了我带伪戒的原因 有没有跟你说 我的妻子是如何去世的 我的妻子是机忧成级 得了抑郁症 最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你年纪轻轻靠着自己的努力 走到现在这一步 的确非常优秀 但你与锦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 从小没有接触过上流社会 复杂的人际关系 那些压力会将你压垮的 上流社会很重视社交 人脉就是无形的财富 会为你打开无数扇方便之门 我的妻子自从和我结婚后 便必须频繁地应付各种聚会 和周围的富家太太们打好关系 尽管如此 还是会有人私下里嘲笑她 也有人会暗中给她使绊子 因为她身份普通 世界上人人平等 但只有人格可以平等 你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 取决于别人的判断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她 只能在工作之余安慰她 不要把那些人的话放在心上 而且各大家族中各个旁支 也都心怀鬼态 每时每刻都想抓住我们的把柄 好为自己争取利益 我的妻子长时间生活在这种压力之下 身体每况愈下 但我却因为工作繁忙 没能照顾好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确定那戒指是银的 当然确定 就是个银戒指 灯光一照也特亮呢 看起来很旧了是吗 这个戒指是我妻子当年送我的 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我一直很小心保存 不过前一阵 不小心沾了些东西 现在即使经常清洗 也还是很快就会发黑 也不碍事 对我来说 只要戒指完好就够了 你可能记错了 戒指在那之前 就已经变成这样了 洗银水也会腐蚀表面的 虽然现在不再光亮 但是 我还是不想损伤她 哪怕一丝一毫 你与景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 现在或许感受不到压力 但日后 日后你需要频繁应付各种宴会酒席 生活在聚光灯下 还要承受舆论压力 现实不是电影 没有那么多美好的结局 如果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 不如尽早结束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自己考量吧 当时那边不是咖啡店的后门吗 那门大概和我家这个差不多大 上面这儿挂了个灯 聊完了 他们就推门进去了 借着那个灯光 我就看到了他小纸上戴的戒指 律师小姐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陆锦和的朋友很多 他 他 不愧是律师 倒是伶牙立齿 你们这些孩子 为什么就是说不通啊 你怎么说不通啊 儿子 喂 谁啊 律师小姐啊 你有什么事啊 我不是都说了吗 就是一个银戒指 这谁还能记得呀 我对花文又不感兴趣 是啊 戒指一看就很亮 很干净 所以我才一眼就注意到了 在钱这件事上 我可是丝毫不会马虎的 律师小姐 这你可就有点难为我了 这谁还能记得呀 应该是右手 这我也不敢保证啊 我是真没注意这点 我的注意力都在钱上了 当时钱是那个年轻人给我的 他是个左撇子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他用左手把钱递给我的 是我 抱歉 我刚刚睡醒 不知道为什么 即使睡了这么久 还是好困啊 对了 昨天你打电话给我 有什么事吗 好啊 那我就在家里恭候你了 你来了 当然不是 但是和你见面 我怎么能一直穿着睡衣呢 多有损形象 来 坐呀 陪我再靠一会儿 醒醒神 RPM 你怎么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 嗯 你现在这副样子 看起来不像是坐在我的床上 倒像是坐在一株仙人掌上 是我的床不够舒服吗 因为你的姿势看起来好正式 谢天 怎么了 他找你干什么 所以你觉得那个人可能不是谢天吗 这个我倒是可以让温辰查查他最近的行程 看看他是否去珠宝店清洗过戒指 我比较在意的是左右手的问题 现在看来应该是有人想嫁祸给谢天 但却弄错了左右手 虽然秦立提案的公司有问题 起草的合同也存在漏洞 但尚且不能确定 他是否跟上次画廊的风波有关 啊 左撇子 这么说来 秦立惯用的的确是左手 之前他来办公室找我的时候 拿东西和开关门都用的左手 我先给温辰打个电话 问问他现在查得怎么样了 二少爷有什么吩咐 哦 温辰 之前让你查秦立和谢天的行踪 有什么线索吗 谢董事的行踪不太好查 但是已知的行程中没有到过北区 他最近出没的地点 基本上就是合印 商务宴会和自己家了 近两个月内 他似乎频繁去了几次珠宝店 不过我没有打听到谢董事具体做了什么 没事 我知道他常去的那家珠宝店 这个我自己去查就好 好的 二少爷 秦立那边调查得怎么样了 据周围人说 秦立是个很合群的人 但是最近几个月下班后 经常找各种借口 不参加同时间的聚会 秦立还和几个熟悉北区的人 打听过北区的酒吧和咖啡店 他家住在嘉南区 距离北区有一段距离 秦立一般不会去那边 所以这件事 他的同事还记得很清晰 那他去过北区吗 是什么时候去的 他的一个下属 曾在北区见到过他 时间大概是两个月前 算起来正好是监控丢失前的几天 好 我知道了 这样看来秦立的嫌疑 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了 如果能确定下谢天的戒指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黑的 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走吧 我们这就出发 当然是去谢天经常去的那家珠宝店啊 去打听打听谢天的戒指到底怎么了 你别忘了我是谁 如果他是VIP 那我陆锦和就是VVIP 喂 谁啊 但贾路也没把话说死 他也不是百分百确信 那个人推门的手是右手 我比较在意的 是贾路描述的戒指的细节 如果真像谢天所说 那他的戒指早早就因为沾染化学物质 没有了光泽 那贾路看到的那个很亮很新的银戒指 就不是谢天的了 看来得让温辰去查查谢天最近的行程 看看他是什么时候去珠宝店清洗戒指的 虽然秦立提案的公司有问题 陆先生 您看 这几款都是最近的新量款 设计都很幸运 很适合这位小姐 的确不错 那就都包起来吧 你这么可爱 值得我一掷钱金 更何况这点小钱 我陆家又不是拿不出来 小姐 这些可都是限量款 别人想买都买不到呢 好了好了 听我的 我说买就买 好的 那我给陆先生包起来 对了 最近谢伯伯 就是谢天 是不是也经常来这儿 您说的是谢董事吧 他这段时间的确来了好几次 谢伯伯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那 以前他可没频繁往珠宝店旁了 并非如此 谢董事是来保养他的银戒指的 啊 银戒指 就是他一直戴的那个吗 呃 那天接待谢董事的也是我 谢董事的确是为了他一直佩戴的那个戒指来的 谢董事说 他的银戒指掉进了温泉里 温泉本来就会让银子变暗 那个温泉里据说还有别的化学物质 他的戒指就彻底变黑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竟然都不知道 大概是两个月前吧 谢董事很着急 来问我们怎么才能让戒指变回原样 哦 这么说来 最近看谢伯伯的戒指 好像是变黑了不少 谢董事很宝贝那个戒指 又不愿用洗衣水 我们也没办法 虽然尽可能帮他处理了 但是戒指已经没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而且隔不了多久就又会变黑 恐怕今后谢董事只能频繁来店里保养了 淡子宝贝 我都不愿用 在这里 我们的心里 对 没办法恢复原来的 我都不愿用 他们的心里 好 我知道了 你快去把这些手指包起来吧 今天时间晚了 我担心你来会折腾太累 还是说 你今晚想留宿路公馆 是啊 既然是两个月前的事 那么他和假路交易时 就绝不可能带着崭新的银戒指 而且那个店员说到的温泉 我也知道 那应该是 合映度假山庄的一个项目 前段时间 谢伯伯一直在跟进 真是太好了 之前我还一直担心 查到最后会让自己失望了 没错 看来还要再仔细排查一下 秦丽的人际关系网 之前我看过他工作后的履历 没发现什么问题 既然工作后的履历查不到线索 那就应该想办法查查他工作前的事了 怎么了 事情明明有了不小的进展 你怎么还叹气呢 你能这样担心我 我就很开心了 我呀 大概是习惯了吧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 陆公馆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吗 陆公馆里没有多少佣人 能减则减 而且多是些老人 这都是有原因的 其实我小时候 有一次差点就死掉了 你别皱眉头嘛 我现在不是还好好的 小时候 大概五岁的时候吧 我被大一点的孩子 骗进了地库里 那个人是陆家旁系的孩子 大概是看不惯别人 中兴捧月般地围着我转吧 地库里装有很强的制冷装置 而我只穿了短袖短裤 在里面被关了 不知道多少个小时 幸好 最后哥哥发现了我 把我救了出来 不然我可能就被冻死了 其实小时候 因为一些孩子的恶作剧 我曾经被关到过一个 与这里环境类似的地方 黑暗又阴冷 令人非常的 不舒服 所以通俗点来说 这只是一种摆不上 台面的心理阴影罢了 没什么大碍 因为别的小朋友 都去过其他城市 而我一直只待在 卫明市里 他们笑话我是土包子 大概是因为 他们怕我受到伤害吧 是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爸爸和哥哥 都不敢放心 让别人来照顾我 事后 我爸爸当时 负责照顾我的庸人都辞退了 恶作剧的那一家人 也再没进过 陆公馆的大门 当年庸人请求无果 便反过来骂我是丧文星 克死了自己的母亲 从那时起 我就逐渐明白 有时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极为脆弱 可以说是不堪一击 有时我觉得 信任就像一张纸一样 一丝就碎 曾经我也很信赖身边的朋友 相信他们 会在我患难时 拉我一把 可惜 他们最终 还是会在我失意时离开 人的本能 就是趋利避害的 虽然承诺时是真心的 但是 却难以抵得过现实的打压 那你以后可要多夸款我 让我继续保持前进的动力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你这个人 太好被看穿了吧 说实话 像你这样 政治到有点傻气的人 我也很久没有遇见了 开个玩笑 你别这么较真嘛 一开始 是因为你对我别无所求 又为人正直吧 后来 我们一起在N2X共事 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你总不至于卖了你的队友吧 不过有一句话 我是认真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何时起 开始这么依赖你的 我想 大概是情难自今吧 是啊 你觉得是信任 但这种信任 又何尝不是一种依赖呢 越是经历这些事 就越是发觉我们之间的信任 难能可贵 也就 越想要紧紧抓住 不再放手 没什么 只是突然有点感慨 怎么 你已经吃饱了 那我先送你回家吧 待会儿我还要去和温辰 交代需要他调查的内容 我陆景和送出去的礼物 哪有收回来的道理 那你是希望我拿去送给别的女生了 就是嘛 这样才怪 哦 是你啊 你为什么来了 景和 怎么还不走啊 伯父一直在等你呢 他是陆家的联姻对象 是陆景和的未婚妻 你这样的普通人 对景和的未来毫无帮助 别再缠着他了 我们走吧 嗯 怎么 做过梦了 你怎么一直在梦里叫我的名字呀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你梦到我 是不是因为白天满脑子里都是我呀 不要害羞 我也是 我的脑海里 也全都是你的身影 其实 我一直想和你说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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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害羞 我也是 我的脑海里 也全都是你的身影 其实 我一直想和你说 我喜欢你 我的脑海里 温辰昨天晚上排查了一宿 终于发现线索了 秦丽的家庭条件很差 但是大学的时候 曾经去美国 做过自费的交换生 之后又自费 去英国留学深造 温辰查到 秦丽当时得到了 一对一的资助 所以才有了出国的机会 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秦丽也是通过 一个慈善项目 得到的善款 资助人都是匿名的 不过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和我哥的未婚妻是旧事 他打算带我去和对方谈谈 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 把信息透露给我们 对方时间比较紧 我现在就要过去 等有了结果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这点小事 我来解决就好了 你等我的消息 上流社会很重视社交 人脉就是无形的财富 会为你打开 无数扇方便之门 锦和将来最好的选择 就是和条件相当的 世家小姐联姻 她的身份决定了 婚姻丝毫不能马虎 我来解决一下 我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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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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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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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以啊 你怎么 你这么快就好 走了吗 是啊 作诶 啊 是啊 字幕志愿者 这次 整天 在想什么 二少年 您说 啊 律师 您说 你们终于到了 等你们好久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父亲 就是你之前说的 风云人物陆先生 爸 这是我之前常和你提起的 特密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一直听小和说起你 终于见到了 不用太过距离 随意点就好 我们家小和 还要麻烦你照顾了 不用这么生分 叫我陆伯伯吧 这位是白氏集团的大小姐 白深 是我哥的未婚妻 我的准嫂子 好巧 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哎 你们 认识 也不算认识吧 之前见过一面 聊得还挺投机的 我还想着 是谁和我这么有缘分呢 原来是锦和的朋友啊 这几位都是核印的合作伙伴 这几位都是核印的合作伙伴 这位是刘总 这位是蔡总 几位好好享受今晚的宴会吧 我们先失陪一会儿 和我们这群老家伙待在一起 也不自在吧 好了 你们年轻人自己玩去吧 哎 这些孩子根本不听人劝 看不到未来的难处 行了老谢 你年轻的时候 不已是这种倔脾气 怎么到了小一辈身上 反而谨慎起来了 就因为我吃过这些苦 我才不想让锦和走上我的老路 我们年纪也不小了 操了一辈子的心 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们的未来 就让他们自己把握吧 我只是想让他走上 最舒适的那条路 但锦和也是个有主意的人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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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谢 人生如果没有一个念想 转再多钱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一路走来 已经有太多的心酸 就让爱情 成为心底里最后一片净土吧 好了 这里没人了 我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话了 快说吧 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几天总是躲着我呀 还说没有 之前自己偷偷跑去酒吧 也不带我一起 到底是什么事让你一个人跑去喝闷酒啊 我想来想去 也想不清最近到底怎么惹你生气了 仔细想想 好像是 你和谢伯伯见面之后没几天 就变得奇怪起来了 老实交代 他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 你演技也太差了 可糊弄不过我 老实交代 他到底和你说了些什么 那你说说 觉得哪里差别很大 老实说啊 我也不喜欢参加各种聚会 一群人明明心怀鬼胎 却还要笑脸相迎 这种经历不要也罢 那 你是不是还听说了联姻的事了 我郑重声明一下 陆家可没有联姻的传统 虽然我嫂子家是显赫 但她和我哥两个人是青梅竹马 真心相爱的 以陆家的实力 没有必要靠婚姻去维持在商界的地位 我不是说过吗 我爸也不会为了这点迎头小利 卖儿子的 所以 你就不用怕我被别人抢走了 哦 是吗 我再不向你解释 你就要溜走了 明明说好一直陪着我的 这才过了多久 你就忘了 你的脸好红啊 我是什么心思 你还不知道吗 有些事情 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不管你之前听说了什么 猜想了什么 那都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既然是两个人的事 就要由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应对 无论任何时候 你的身边 都有我在 所以 不要抛下我 我喜 咳咳 爸 你 你怎么来了 怎么 嫌爸爸打扰到你了 你的几个世伯到了 过来见一下 好 我这就来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怎么 怎么 不舍得他离开 我比你大几岁 你可以叫我白身姐 没想到 你喜欢的人 竟然就是锦和呀 我当然不会多说什么的 这段感情到底何去何从 还要你自己来决定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不论怎么选择 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我还是要你自己来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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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